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 却助你我在同一个月 你的冷热我能感觉 爱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爱 我多想能看得更远 爱 两颗心结不断的创线 我的喜悲都让你包围 那么你说 出手的是谁 我怀疑是落日 什么 所以我不是他的对手 没错 你们四个当中 的确属落日的武功最高 他与那小丫头可是认识 不像 但是落日像你对他有情 有情 杀手岂会有情 杀手又怎能有情 杀手一旦有情 就再也不是杀手了 主约 主人 你会有情吗 不会 主人早就教诲过 杀手无情 好 很好 我没白教你 你放心 我会叫追风传出讯息 二日之后 到灵魂与我见面 到时候 你再认仔细了 那个人究竟是不是落日 倘若是呢 那他就欠我们一个交代了 师父 师长 不知道你们召我来 是为何事 阿舍 这儿还住得习惯吗 这里很好 不过说实话 阿舍住不习惯 那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下人没有招呼好你啊 不 师父 因为我跟石头师父和阿德 日子过得十分简朴 生活条件 当然跟府上相差甚多 不过日子久了 反而成习 感到不关师父府中的生活 哦 看来我这儿过日子 也太奢华了些啊 不 师长经商有成 理当如此 哦 阿舍 正是由我们的生活 过于富裕 所以呢 才会经常救济灾民 单凭这一点 就不能说你师长 太过于自私 师父与师长乐善好施 远近之名 阿舍怎敢放肆呢 只要你不要误会师长 是个浮华迷烂 为父不仁的人就好了 阿舍不敢 阿舍 其实我找你来啊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师父请说 哦 还是我来说吧 不知道石头大师 记名在哪座寺院 哦 其实我石头师父 未曾剃度受戒 他是自立为僧的 所以并不属于 任何一座寺院 哦 这么说来就更好了 呵呵呵 正应在这灵坟近郊 有一座师修的古庙 我见他荒废了可惜 打算出资重修 并且想请石头大师 是担任住持 不知道是否合适 师长修建庙宇 是见大功德 只不过我石头师父 有如咸云野鹤一般 不愿意受到束缚 恐怕他是不会答应的 这 哦 阿舍 我看这样吧 干脆你请石头大师 来一趟灵坟 我们也好当面跟他谈谈 倘若他实在不能担任住持 再请他推荐一位 得到的高僧就是了 更重要的是啊 我跟你的师长啊 都想借这个机会 拜见一下大师 听些教会 这个心愿 总算可以达到了吧 我石头师父平易近人 要见他并非难事 只是 如何 这次我是奉我师父之命 来追查职业杀手 杀人劫财的案子 至今都尚无头绪 此时返回 恐怕不得我师父谅解 这个简单 不必劳烦阿舍姑娘 来回奔波了 只要你能修书一封 说明原委 我派人前去长安送信就是了 你查案之事 完全不受影响 你看如何 师长安排周祥 阿舍礼当从命 捎带自会修书成上 好 好 那就有劳了 阿舍 你最近的案子 查得怎么样了 林坟一带并无前案 所以毫无线索可查 眼前也只能够打听 几户大户人家 应该是下手的对象 目前也只能在暗中观察 提防杀手的出现 这其中也包括师父的府邸 这我说过 我们这里你不用担心 你应该把精力 放在其他几户大户人家 这样也好集中力量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师父跟师长 多加小心 不过 在我石头师父来之前 我还是要去一趟谋平 你去谋平做什么 你不是已经打算 从林坟开始查了吗 因为阿德 阿德在谋平为一户大户人家看病 我石头师父不放心 要我去看看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呢 否则我也不应留着你在这里了 没有关系 阿德会照顾自己 不过我还是去看看的好 不错 你是该快去 但给他平安无事 多谢师长 师父 我这就去准备信函 嗯 快去吧 这个 姑娘 这个不错 真是的 哎 姑娘 您看看 这花多漂亮 不多修您的 就只要三文 你自己把这些大自然大自然 真没想到 您本人记忆会如此繁华 这里距离长安 只有一天的路程 这里距离长安 所以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哎 今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明天一早 再去长安吧 嗯 好 好 追封 在 他們三個你都通知到了嗎 主人 屬下在每一個聯絡點都留下了訊息 他們應該都能收到 好 待會你要注意落日的行動 他或許會有些問題 是 主人 主月參禁主人 向陽參禁主人 來 落日參見主人 落日 在 你的武功精進了不少啊 感謝主人的栽培 你們四個有多久沒有一起來看我了 好 不多話 沒有忘記我所教的 追風 屬下在 多久了 回去回三個月了 自從你們成為我的殺手以來 已經有五年了 這五年之中 你們也曾經同時出現在我身邊過 但是你們彼此卻不知道對方的真面目 對不對 原本 我是為了要保護你們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們的本來面目 對你們來說 是最安全不過的了 不過這樣做 也有缺點 如今 就發生了自己人 不認得自己人 反而自相殘殺的局面 為了避免再發生同樣的事 現在 你們就都把蒙面的黑精拿掉 彼此認一認真面目 追風 蔣陽 我 你怎麼說 我根本不知道是你 要不是你丫頭求情 我早就死在你的殲下了 我早說了 我不知道是你 好了 都別說了 這就是我要你們以真面目相見的原因 從此以後 就再也不會誤會了 洛日 在 那個丫頭是你什麼人 我們只是萍水相逢 偶然遇見 好 殺了她 怎麼 有疑問 有疑問 洛日不敢 她既然看見了竹月的真面目 又知道竹月是作案的殺手 她就成了一個不能留下的活口 殺手的規矩如何 你們比誰都清楚 是 是 你還有意見 主人 她只是一個弱不進風的女大夫 所以她不會 你不肯殺她 我殺她 我不能留個活口在世上 竹月 夠了 你們眼裡還有沒有我 洛日 在 有你親自去殺她 我不想再聽任何理由 明白嗎 是 這才對嘛 殺手應該是無情的 不要忘記我所說過的話 一旦你們有情的時候 就是你們喪命的時候 今天我召你們來 另外還有件事 有一個叫石頭和尚的 你們可聽過 霹靂菩薩 不錯 這個名號 想必你們都聽過 眼前她已經盯上我們了 她的女弟子 一個叫阿舍的 如今已經到了陵墳 打算查出我們的底細 所以這段期間 你們出任務 一定要特別當心 同時 據我所知 這個石頭和尚的武功 無人能抵 所以除非是我的命令 你們千萬不可輕舉妄斗 明白嗎 是 洛日 在 趁著那個叫阿舍的丫頭 已經去了謀平 依我的估計 最快她得明天才會回來 今天晚上 你先去執行一趟任務 目標是 臨墳首富郭大成 三更下手 四更完事 務必要把青龍玉璧拿到手 是 還有 別忘了處置那個小丫頭 把結果回報給我 是 你們去吧 是 追風 在 盯著她 是 你想跟著我多久 出來吧 是你 洛日 你是不是不忍心殺了那個女人 如果你下不了手 我願意代勞 我自己的事 自己會解決 不必假手於人 這事是因我而起 我不希望淋累你 觸犯門規 而遭到主人懲罰 你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一定要我明說嗎 你是在威脅我 還是警告我 你不要誤會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 為了一位平水相逢的女人 而送掉性命 朱月 我非常了解 主人是怎麼對付那些抗命之人 你不必費心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萬一碰上一個 我願意用生命去愛的女人 我會無怨無悔去愛 洛日 你認為 他值得你那麼做嗎 無可奉告 既然你不願意回答 我也不想多問 但是 我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離開那個女人 因為她發現我的真實身份 我一定不會留下活口的 非常抱歉 我不能答應你 為什麼 第一 雖然我們有同門之意 卻相交不深 我沒有答應你的必要 第二 主人叫我親手去殺她 殺不殺 由我來決定 除非她自行離開 不在我掌握當中 不然 誰也休想要她的命 她是死人 她想要她的命 她不太敢 我會去死人 她想要她的命 她不願意 她會離開 她也不願意 她也會去死人 她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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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等他 你是来杀我的 依我们的规矩 我必须杀你灭口 我也说过 你不该放我的 我终究还是会杀你 既然如此 我也无话可说 你就动手吧 先别急着纵死 我还有话问你 你问吧 你是不是很怕我 你是一个杀手 而我又不会武功 你要杀我 你说我该不该害怕 其实 我害怕的成分并不多 我只是替你可怜 可怜你 已经变得冷酷而又无情 甚至于 丧失了自己的人性 听起来 你好像很看不起杀手的工作 人能活着 已经是脱苍天之福 同样是一个人 同样是一条生命 在你手中被结束了 弱肉强食 优胜劣败 这本来就是生存的法则 可那是在禽兽的世界里 在人的世界里 并非一定要如此 才能生存啊 那是你命好 不像我们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你们 你是说 还有和你一样 从事杀手工作的 而不止你一个人 那是我的事 你不必管 好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你在等人 他叫落日是吧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两个相爱吗 你怎么会这么问 从你们相处的情形 谁又会看不出来呢 其实 我也不懂得 什么叫做爱情 我这一生 也从未遇到过爱情 所以 我和他在一起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 至少 你们是心甘情愿地 在一起对不对 对 而且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 很快乐 也很安全 好 有你这句话 眼前我就不会杀你 为什么 如果我杀了你 他会恨我一辈子 那我永远也无法得到他 你对他 不错 我对他早已有情 你们 你们早就认识了 比你想象的还要早 我要你心甘情愿地离开他 而且他不会怪罪到我头上来 我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离开他 因为你一旦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你一定会离开他 他的真实身份 他和我一样 也是职业杀手 我叫竹月 他叫洛瑞 我们同样受命于一个主人 不 不可能 你骗我 你为了要我离开他 所以才编出这种话来骗我 对不对 我不必骗你 事实就是如此 倘若他不是杀手 怎么会对杀手的规矩那么清楚 知道我一定会杀你面口 吴老板家的案子 就是他的任务 不是我的 他甚至为了这个 还受了伤 不 我不信 除非我亲眼所见 否则我绝对不相信 这就是眼前我不杀你的原因 我要你亲眼看到 他做杀手执行任务的情形 我想时辰也差不多了 你可愿意随我去看看 好 我跟你一起去 大爷扰命啊 大爷扰命啊 出发所有太太都给你 大爷 要青龙玉弼是不是 这就是青龙玉弼啊 大爷 住手 大爷扰命啊 默奕 大爷扰命啊 你救不救 大爷扰命 大爷扰命啊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别吵 原来 你真的是一个杀手 不要再杀人了 不要再杀人了 我 阿德 洛日 你跟我走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答应过我不再杀人的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不再杀人 那你就没有欺骗我 就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计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 一个 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阿德 你必须立刻下决定 杀或者不杀 立刻决定 诶 在看 我认为主 诶 我认为主 赎 你没想到吧 洛尔居然为了这个丫头 连主人的命令也敢违抗 大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吧 阿德 你怎么会到郭家去的 是那个女杀兽 竹岳带我去的 她带你去的 她话说得很露骨 也很坦白 她说 她对你有情 她还看出我们 我们之间很好 所以 她不愿意杀了我 让你恨她一辈子 别说是她 如果有别人伤了你 我也不会饶过她的 怎么 你又想杀人了 我 我逗你的 她说 她要我心甘情愿地离开你 所以才会带我去郭家 这女人真够多 不 她只是太吃 太想得到你 阿德 其实我对你 你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 那就好了 糟了 怎么 既然是她带你去的 她一定知道我没杀人 而且跟你一起走了 不错 她势必会回报主人 所以我们藏身之处 主人也知道 而且 难逃她的追杀 你说的主人 有那么可怕吗 我们四个人 都是她调教出来的 你说可怕吗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回长安 可以回苦竹经社 有师父在 相信你那个主人 也未必杀得了你 你说的是石头大师吗 不错 她的武功 真是有那么高吗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对手 不过 她却从不开杀戒 连我们的主人 也十分忌讳她 想必 一定可以救得了我们 那是一定的了 我们现在就回长安吧 我们连夜赶路 明天中午 应该可以到得了长安 你身体还撑得住吗 没关系 我可以 这位想必就是石头大师吗 不敢当 在下张万里 卓京于二娘 也是阿舍姑娘的另位师父 我阿弥陀佛 石头接到阿舍的信函之后 就立刻赶来了 但不知阿舍如今人在何方 大师先请坐下来再说话吧 请 请 大师 阿舍去牟坪找大师的 另外一个徒弟去了 他叫阿德 都是我不好 不知道大师要他去找阿德 硬是把他留住了两天 昨天他才去牟坪 但愿不要误了事 不碍事 对了 阿舍在信中说得不甚明白 要石头前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还请两位当面解说 好 大师 那张某就直言无隐了 在陵坟近郊 有一座古庙 多年失修 又无僧侣 我看荒废了可惜 想捐款重修 修善寺庙 功德无限 大善人果然名识相符 不敢当 只是有四无僧 终究不妥 就问大师佛法告身 是否 不不不 石头闲散惯了 怎能担当如此大任 反正为时尚早 到时候再请一个有道高僧也就是了 多谢大师 大善人为佛修四 该谢的是石头才是 好了好了 两位同样敬佛礼佛都是功德 对了 石头今日方道陵坟 便听说陵坟首富郭大成 昨夜满门被杀 财务被盗 不知二位可曾听说过 听说了 原本张某与他也有交往 甚至于捐款修妙之事 还是他先提起的 我们约好各自出资一半 谁知道 这转眼之间 便以天人永隔 昏归极乐了 大师 阿舍还特别提醒我们 要注意杀手集团 可能已经发展到临分一带了 可惜 虽然我们做了防范 国家夫妇却仍然难逃一死 大胆 这批杀手简直无法无天 大师还请息怒 石头失态了 两位见谅 阿舍可曾说过 他何时回到临分 知道没有说过 不过他见着阿德姑娘 一定会带他一起回来的 大师何不在社下站住 如此也不至于与阿舍错过 大师 府中防射甚多 同时呢我夫妇二人也可以趁此机会请教一下佛法 还请大师赏脸 既然如此 和尚就打搅了 欢迎之至 欢迎之至 来人 老爷 为大师准备安静清爽的客房 是 多谢大善人 委屈大事了 这位大叔 请问一下 程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被官府贴上封条呢 可怜呐 程家业曼老小林家丁护运二十几口人一夜之间全被人杀光了 那么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外地来的女大夫 女大夫 听官府的人说都是程家自己的人呢 谢谢大叔 姑娘 你是程家亲戚啊 不 我不认得程家 我是来找那位女大夫的 女大夫 哦 就是给程老夫人看病的那位姑娘啊 是的 大叔您认得她吗 哦 不认得 虽然她才来程家几天 可是人缘特别好 街坊也都知道她 如果是她呀 姑娘大可放心了 为什么 程家出事之后 大家都担心 她是不是也惨遭毒手 还特别去问了官差 对 据他们说啊 死者当中的确没有这么一位姑娘 可是之后呢 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看来她是离开谋平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 多谢大叔 那位姑娘心肠好 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 您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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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好 吧 好 优雅有志 别出心菜 这库竹金社果然是不一样 这都是我师父一手选荐的 我和姐姐没来之前 她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没想到石头师父 除了武功高强之外 品味也不凡呢 是啊 最难得的是 此地本属成交 远离尘消 颇为安静 你我藏身此处 相信你那主人 一时也未必找得到 是我不好 害得你陪着我 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 你别这么说 你能够放下屠刀 不再杀人 才是你那主人 杀你的真正原因 如果不是我 叫你不再杀人 又何须躲躲藏藏呢 为了你 我什么都肯做 何况只是 不杀人而已 我也不是天生是杀 当杀手 也是不得已 对了 你一直没告诉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杀手的 说来话长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 全家被杀 是主人收养我 把我带大 叫我武功 我长大 我长大以后就跟随着他 当他的杀手 他指明杀谁 我就杀谁 从来没有打这口 你做杀手有多久了 五年 五年 那你究竟杀了多少人 不记得 也不想记 每一次杀戮 就是一场噩梦 我们必须要学会不去想 否则再狠的心 也很难一次再一次 杀这么多 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 话虽如此 但是也免除不了 五月梦回之时 被自己压抑不住的惨叫声惊醒 幸好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会慢慢地忘记 真的可以忘记吗 当然可以 因为 我会陪在你的身边 让你过全新的日子 再也不会为任何事情 拔剑杀人了 可是 我做了那么多措施 造了这么多孽 只说一句 我不再杀人了 真的可把过去 一切都抹杀掉了 师父说过 放下屠刀 立立成佛 虽然我们不可能就此成佛 可是 以往的罪孽 却可不再犯 这也是佛法的伟大之处啊 所谓 善念方栋 善果已生 当你立志不再杀人 我报 就已然不同了 但愿真如令师所说 他人呢 在药铺时 铁蛋说 师父去灵坟了 刚好和我们是擦肩而过的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们留在这里 师父迟早会回来的 眼下 你就什么都不要想 安安心心地留在这里 好吗 留在这里 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菜吗 当然可以了 而且 还可以天天吃的 那令师回来 那令师回来 我也不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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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出来没有 仲月 在 你跟程家下手之前 一定先打探过 与程家有关的来往人士 更何况 你与他照过面 说过话 难道就毫无线索可寻 没有 从来就没有人 能够在我手中 就这么轻易地消失不见 从现在起 你们放掉手边的一切事物 集中精神 全力去查他们的下落 一有消息 立刻回报给我 是 七天之内 如果没有消息 你们也不必来见我了 去吧 师父 是 放心 阿德那孩子虽然说身体不好 可是却非早腰之下 再说 谋平县衙也说了 查明尸首当中并没有外人 可见到阿德逃过了一劫 那他会躲到哪里去呢 阿舍 你不必心急 待会儿我要你师障 派人去打听 你师障毕竟是个商人 江文广泛认识人又多 我估计一定可以打听出来的 但愿如此 师障他人呢 林粉首付郭大成全家被杀 你师障显得十分愤怒 他特别提出巨款 悬赏追凶 现在有了点消息 他进门赶去 估计也快回来了 凶手的手段也太毒辣了 又是满门四十余口的惨案 阿舍不明白 他们究竟是要劫财还是要杀人 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满门呢 阿舍 这你就不明白了 他们既不是非贼又不是强盗 他们是杀手集团 当然了 劫财呢也只是一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人无法追查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留活口 从他们出手的狠毒可以看得出来 杀手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而且是有组织的 主其事的人 一定不想留下丝毫线索 以免追查到他本人 因此要求急言 至少发生的这几件案子 都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这也正是他们行事周密之处 哼 像他们这样毫无人性的杀手组织 绝对不容许他存在 不知道还会造下多少罪孽呢 这也就是我叫你出来追查的原因 大师 万里 怎么样了 大善人 施账 阿舍 你回来了 找到阿德了吗 没有 没有想到阿德去诊病的那一家 正是牟平被杀的成家 难道他也遭了毒手 那倒没有 因为在死者中 并没有像阿德的人 这么说他是逃脱了 也不知道 至今仍是音讯全无 所以才让你多派些人 四处打听一下他的下落 那没问题 我立刻派人去办 对了 郭家写案查出了点线索 什么线索 这郭家一向乐于行善 所以左邻右舍的人 已好心地提供讯息 据说案发当天 有人看见一个 脸上有刀疤的年轻人 一直在打探郭家的情形 案发之后又不见了踪迹 因此设他为嫌疑最大的人 脸上有刀疤的年轻人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师父 您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事分两头 阿德的事 就有劳大善人多派人手 打探他的下落 是 我跟阿舍分头去查 暂且以林坟为中心向外扩散 相信会有所收获的 大师 有没有能够用得上我的地方 目前没有 不过 大善人也颇符合杀手下手的条件 还是多加小心的好 是 这位姑娘 我家大夫这几天有事 所以暂时不出诊不卖药 麻烦你过两天再来吧 我不是来看病买药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家大夫 是不是一位叫阿德的姑娘 不错 正是阿德姑娘 她的医术可有名了 她现在人在哪里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现在不在 所以呢 我是阿德姑娘的朋友 是她到牟平 替程老夫人看病的时候认识的 原来是这样 你找她有事吗 阿德姑娘说过 如果我来长安 就到药铺来找她 她怎么会不在呢 姑娘放心 她虽然不在药铺 但是还是能够找得到她的 是吗 姑娘既然是她在牟平交的朋友 铁弹又怎么敢隐瞒你呢 她现在住在苦竹京社 我画张地图给你就好找了 还住得贵吗 这里啊 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世外桃源 我好多年没有好好的睡过了 那是因为你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杀 心中不用承受那么多的压力和梦魇 自然就会睡个好觉了 此地的祥和宁静的气氛 才让我如此的安心的 你才来一天等你住的时间长了 你就会舍不得离开这儿了 那我可以不离开吗 那怎么行 这里是师父的地方 我怎么能要求他让你住一辈子 那么你呢 我 我当然可以了 我是师父的徒弟 当然可以住一辈子了 那如果我们成亲 我就可以住了 那当然就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成亲好吧 不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不配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亲 谁说的 我根本就有这么好的病 我不在乎啊 可是我随时都可能病发死去 我陪你 你 你 你那么善良 那么纯真 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人 都希望把自己改得好一点 才配得上你 不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我本来是一个杀手 主人常常警告我 杀手本来就无情 当一个杀手有情之时 也是我们丧命之时 但是我碰上你之后 那个杀手变得友情了 不 你已经不是杀手了 你答应过我 再也不会杀人呢 没错 杀手落日 早已经死了 如今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为你重生的落日 是 我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像朕长儿那样去爱吗 当然可以 还是 我做好 我做好 就是 你 我做了 我们做好 我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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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追 却看不清她是谁 风儿又难想被吹 我却又动向西退 清晨醒来看见你 吹得很甜很美 只是面容有些疲惫 像是梦里将谁追 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 也不轻易让我伤悲 我知道我该为你做的事 让你的梦崩溃 爱的深呀 爱的真 怕姻缘似水 走了情啊 永乐心 人工也憔悴 人相信啊 风相悲